你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MongoDB数据库 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介绍MongoDB数据库的基本简介 MongoDB数据库的数据存储模式 MongoDB数据库的环境建立 以及基本的客户端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MongoDB数据库简介 MongoDB数据库是一种Non-Secure非关系型数据库 它和我们前面介绍的Secure Lite以及MariaDB都是不相同的 而且它的查询语言不是使用Secure查询语句 而是其他类型的查询方法 MongoDB数据库也是一种开源的跨平台的数据库 它也可以免费自由地使用 MongoDB数据库可以集群以平衡服务器的压力 也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建立多个数据库服务器 分担服务器的压力 并且它支持高频发的读写和海量的存储 MongoDB数据库对数据存储是没有模式要求的 比如我们在关系型数据库中定义一张表格 那么这张表格的列以及列的类型都是指定的 而MongoDB数据库它的数据存储没有模式 所以它的列的数量是没有指定的 而且列的数据类型也是没有指定的 我们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列名以及列的数据类型 这就是MongoDB数据库 下面我们看MongoDB数据库的数据存储模式 在这种数据库中 数据库下面是集合 也就是相当于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在MongoDB数据库中 集合当中的记录我们称为文档 相当于关系数据库中的记录 因此在MongoDB数据库中 我们最常提到的名词是集合以及文档 文档就相当于一条记录 而集合就相当于多个文档 组合在一起 相当于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在MongoDB数据库中 文档就是一些建制对 类似Python中的字典 也就是一个建名对应一个值 同一集合中的文档结构模式 与数据类型可以不同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它的数据存储没有模式 那么也就是在同一个集合中 某一个文档可能具有三个建制 另一个文档也可能具有十个建制 而且它的建制的数据类型也是可以不同的 注意在MongoDB数据库中 文档中的字幅串是区分大小写的 也就是大小写不同的时候 它的字幅串和代表的值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来看文档的结构举例 第一个文档是一个只有两个建 建名分别为Name和Edge这两个建制对 那么Name它的值为Gym Edge呢为R 所以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字符串 我们应该输入它一个引号给它引起来 第二个例子文档具有三个建制对 第一个呢是Name建制 它所对应的值是Green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用单引号引起来 然后Edge它的建制是32 Trojan它这个建和对应的值是一个列表的形式 这个列表具有两元素 一个是Jour 一个是Lily 在MongoDB数据库中建制对是有序的 也就是NameEdge 这个是NameEdge 并且呢可以支持更多的嵌套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在文档当中 再嵌套一个具有另外建制对的文档 当然嵌套以后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文档 不同的结构类型可以属于同一集合 这也是我们刚刚 这也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的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MongoDB数据库环境的建立 建立MongoDB数据库 首先要到MongoDB数据库的官网去下载MongoDB数据库的程序 MongoDB数据库的应用程序很简单 直接下载下来解压就可以了 它的系统文件目录就是BRN 也就是Binary的简写形式 在我们上课之前呢 我已经将这个MongoDB数据库的 信用程序下载下来 并且呢 解压到了我的地盘 在地盘的目录 MongoDB31中 那我们看看这里面的目录里面 包含一个Binary目录 那么在这个目录中呢 就是MongoDB数据库的系统应用程序 很多EXE文件 以及GDP文件等等 那么具体来讲 这些系统文件里面包含一个MongoD.exe是数据库启动 执行文件 以及Mongo.exe是数据库的命令行客户端软件 也就是这个叫Mongo.exe和MongoD.exe 那么我们启动MongoDB数据库的方式也很简单 这里面呢 给出一个例子 是以控制台 而且呢 无日子的方式启动服务器 并且呢 指定服务器数据库的目录是当前的目录 下面我们来启动MongoDB数据库 首先 启动一个命令提示服务 然后在命令提示服务中 我们进入指定的目录 然后我们运行 Finary目录中的MongoD 我们以无日子的方式 来运行这个数据库 并且呢 指明数据库文件的存放地址是当前目录 当在控制台 显示了 Waiting for connections on port 27017 那么此时呢 说明MongoDB数据库已经启动完毕 并且呢 它的默认端口是27017 那么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服务器控制台 给它最小化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基本的客户端操作 基本的客户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Mongo.exe 启动客户端的方法和启动服务器是类似的 就是在 Binary二进制文件的目录下运行Mongo.exe就可以了 我们再启动一个命令提示服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进入备用的目录 运行Binary目录下的Mongo.exe 那么这个客户端呢 那么这个客户端呢就已经启动了 它默认连接的是本机的默认端口 就是27017 这个客户端 这就是启动了客户端交互状态 下面我们看使用数据库和集合前是不用建立的 执行插入数据时会自动建立 这个有点和我们前面学习的关系型数据库不同 在关系型数据库中 我们要使用数据库需要创建 使用表也需要先创建 只有我们创建了数据库和表 然后呢才能够使用数据库和表 而对于Mongo.exe数据库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那么在插入数据时 就会自动建立数据库以及集合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基本客户端的常用命令 基本客户端的常用命令 主要包括切换数据库 第一个是用后面跟上数据库的名称 和关系数据库的客户端用法是相同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比如我们要使用Test这个数据库 那这样呢 其实Switch to DBTest 那就表示已经切换到了Test的数据库 那如果这个数据库是不存在的 我们同样可以切换 比如 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预先并没有建立 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可以切换到它 只有当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插入一些数据 然后呢这个数据库才会被真正的建立 第二条命令就是向集合插入文档 这里面的集合就是foo 也就是db.foo.insert insert那就是插入的意思 和select语句当中的insert 它的意义是相同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函数的调用 这个DB就代表当前的数据库 比如我们使用了use test 那么这个DB呢 就代表test的数据库 然后foo代表呢集合 比如我们现在呢 向一个指定的集合 blogg插入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有点像json最像 也就是一个简直对 比如说id id号等于1 title 它的值 是myblogg 那么这个文档 只具有两个键之类 到我们挑回车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一个提示 alright result 那就表示呢 当前写入是成功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向test的数据库的 blog表中 插入了 一个文档 它 当然我们有时候呢 为了构造更复杂的文档 还可以使用一个单独的文档 然后呢 就要用insert来插入 比如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次调用 db.blogg insert 只要将这个d作为参数 传入 就可以将 这条文档 写入 blogg这个 集合中 下面我们看 如何从集合中 查询获取集合中的文档 那么就使用db.blogg 那么也就是这个集合的名称 点find 这样呢 就会将这个集合当中的 几条记录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集合录呢 具有两条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id 是mongo db数据库 会自动添加的插入的时候 这个id号 那么任意两个文档之间的 id号是不同的 这是调用find的这个函数 来查询文档中的数据 当然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呢 还可以指定条件 比如 我们指定查询 id号为 1的 这个文档 可以看到 它只显示了id号为1的这个文档 id号为2的这个文档呢 没有显示 那么这是find它的作用 这是利用find来查询获得集合中的文档 如果我们显示集合中的某一条文档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db.find1 所以这里的o是大写的 可以看到 它显示了第一条记录 并且呢 它显示的方式和前面的find显示方式是不同的 find的显示 作为行的形式 而这个呢 为多行的形式 这是find1 当然呢 find1 我们也可以带有条件的来进行查询 这样呢 也显示id号为1的 这么一条记录 下面是我们用update这个函数来更新文档 利用update来更新文档 我们要使用呢 update修改期 也就是修改期的用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一些修改期 以及它的使用实力 第一个是增加或者是修改指定的建制率 也就是利用一个set 前面加上一个美元的符号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比如我要将第二个文档中的 yourb这个b改成大写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首先 是更新的条件 也就是更新哪个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呢 id号为2 然后呢 调用set 这个修改器 修改什么呢 修改它的title 修改它的值为 yourblog 这个b改成大写 注意这里面的括号 包括发括号和小括号 要配对 这里yourblog少了一个引号 因为它是应该是以字符串的形式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更新了这个id号为2的title 那么我们下面啊 来查询获得看一下 利用方向键 可以修改 以前 rood的命令 可以看到 id号为2的这个title yourblog这个b 已经呢 修改为了大写 利用set 修改器 不仅可以跟修改指定的键值对 而且如果它指定的键 在原来的文档中不存在 那么就出 就会呢 增加一个键值位 比如 我们同样调用这个语句 我们将title改成 title 杠2 那么我们再次执行这个语句 再次执行这个命令 写入成功 下面呢 我们再查询它 可以看到 在这个文档中 添加了一个键值对 title 2 那么它的键 所对应的值 yourblog是相同的 那么这是 set修改器的作用 那如果我要删除指定的键 以及其值 那么可以使用 unset 好 我现在把刚才建立的这个part2给它删除了 这个键值对 再次查询 可以看到 它一头-2 这个键值对被删除了 还有一个修改器为 inc 可以增减指定键的值 而且呢 增减的是符合条件的第一个 它的意义是 比如我们这里面的id值为r 我要增加它的值 可以这样做 让修改器改为rnc 然后呢 我们改的是id的值 修改它增加1 运行 然后呢 我们再次查询 应该为3了 已经被我们修改为了3 所以这个id号呢 为3 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指定 id增加的数量 包括呢 复值 比如 我们要让这个id减去2 由3变成1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由于这里的id已经被我们刚才更新为3了 所以哈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将它改成3 将id号 将id增加值 变为负 这样呢 我们更新了id号为3 加上一个负2 那就应该是1 所以 我们仍然用 db点 来查看所有的记录 可以看到两个id号都为1 这就是 利用inc来增加指定键的值 所以 用它来增加指定键的值 对应键的值 它的类型应该是整数 对于update这个函数 我们还可以使用第三个参数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 为true 就是无匹配的创建 有匹配的更新 那么它的意义是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使用update 比如我们要更新id号 为3的这条记录 而id号为3的文档 在集合中是不存在的 现在呢 我们就要用set修改期 我们修改它的size 为10 并且呢 给出第三个参数为true 运行它 然后呢 我们再次查询 可以发现 在这个文档中 已经存在了 已经插入了一个新的文档 也就是id号为3了 size呢 指定为10 因此这个true的作用 就是当update 在更新的时候 查找不到指定的文档 那么这样呢 它就会以这个 建制队为基础 新建一个文档 那么这是第三个参数 true的意义 当然呢 这里面应该改为小写 这个呢 也应该改为小写 那么第四个参数为true 就是表示更新 多个匹配的文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简单的例子 比如这里面有两个id号为基的文档 下面呢 我们来试图更新它们 中心的时候 我们用id号为标志 也就是id号为基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调用sets去改期 比如我们给它增加一个 建制 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也应该指定 然后呢 第四个参数 我们指定为处 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已经修改了两个 也就是凡是匹配的 全部修改 因此可以看到 无论id号为基的第一个 会有一个commit这个 简直队 而对于id号为基的第二个文档 也具有这个简直队 这就是第四个参数 处的作用 最后一个指令 就是用db.fo.remove 来删除 其和fo的文档 删除的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直接调用 remove函数 来删除指定的文档 比如我现在要删除 id号为3的 这个指定文档 这样呢 id号为3的这个指定文档呢 就被删除了 那如果我在remove当中 不给任何参数 我们看是什么效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出现了remove 你的query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呢 指定一个参数来进行删除 这些删除是不起作用了 最后我们来看 蒙古DB数据库的集合 与数据库的管理 首先第一个是 就dbs表示呢 显示所有的数据库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 命令 显示当前有两个数据库 一个是local 一个是test 我们还可以显示 当前数据库当中的集合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show selections 显示在当前数据库中 有这么多个集合 如果我们要删除集合 可以使用 db点 这样呢 这个block 这个集合 就被我删除了 我们可以通过 show 来看一下 这个block集合 就没有了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使用db点 dropdatabase 来删除 整个数据库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再单独演示了 这节课的作业是第一 了解 蒙古DB 与普通的关系型数据库 有什么区别 如何从命令行 启动蒙古DB数据库 第三 蒙古DB自带的客户端的 基本操作练习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